在贾宝玉生日夜宴上玩起了抽花签的游戏 其中摄月的花签是这场游戏的一个异类 因为贾宝玉看到花签的时候竟然把它藏了起来 这是为什么呢 大家好 这里是极致读书 今天带你来揭秘 这场抽花签的游戏 既是荣国府大杀江青前的似乎一场热闹 而站在文学角度 曹雪芹也借此机会 暗阅了各位金柴的结局 无论是薛宝钗的认识无情也动人 还是贪春的日边红杏乙云灾 亦或是李丸的竹梨茅舍自甘心 都对他们的性格或是命运进行了侧面暗示 而摄月的签字也和宝玉有关 开到图迷花是了 关于图迷花 东坡早有湿云 图迷不争春 寂寞开最晚 意为图迷花是春天开得最晚的花 也是春天最后的花 而到宝玉愁眉 这是宝玉最不能面对的现实 就是春归花谢 这是暗示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 最后席人不得不离开 嫁了奇观 给宝玉的叮咛 就是好歹留着摄月 于是 陪在宝玉身边到最后的人 居然是摄月 那是春尽了 花都四三飘零 在宝玉的生日会上 出现这样的签文 不过是暗示 此时的梁香美景 此时的时光和陪伴 不过是闲愁味道风雨 摄月看不懂她的花签 宝玉说放下 摄月也就丢开了 说明摄月不是一个劳心的人 贾宝玉的性情是喜剧不喜散的 她希望花朵是常开不败的 永远不要凋谢才好 但是摄月的花签 却是开刀图迷花是了 这就是在提醒宝玉 花朵迟早是要凋谢的 人也早晚都是要散的 宝玉自然是不愿意在生日会 这么开心的时候说起这个 所以说才会言辞躲闪了 而林黛玉呢 则是喜散不喜剧的 黛玉觉得 人都会有散开的时候 有剧就意味着有散 剧的时候是欢欢喜喜的 但早晚会散 散的时候就会变得冷清 所以说还不如一开始就不要剧 在年夏元宵节后 贾府上下的人 上到贾母下的丫鬟婆子 都因为忙完元春的事 放松了下来 大家都在斗牌 耍戏 好不热闹 但此时宜宏院 却是静悄悄的 习人因为回家探望母亲 感染了风寒 在礼间踏上睡觉 而情闻 启县 秋闻 碧痕等丫鬟 四散各处凑圈 唯有摄月 登下孤作 而此时贾宝玉回到房中 看到摄月一个人坐在那 于是二人 便有了绝佳的独处机会 摄月卸去拆串 散开头发 宝玉拿了币子 输币 宝玉在摄月身后 摄月对镜 二人在境内相视 宝玉便向境内笑 此时秦温说了句 焦尾斩还没吃 倒上头了 你们那蛮事弄鬼的 我都知道 在此处有了伏笔 引出了花签 这花签上提着 韶华圣吉四字 那边写着一句旧诗 道是 开道图迷花是凉 祝云 在席各饮三杯送春 何为韶华圣吉呢 韶华是说美好的时光年华 凉晨美景 而圣吉则必然要转折 韶华衰逝 既是诸方境 再看这开道图迷花是了 此一句更甚 明白道出 图迷花开过之后 人间再无芬芳 群芳燕 却再无芬芳 暗示群芳 将一一献祭 非死即散 这次的生日夜宴 可以说是群芳夜宴 而摄月 就是终结群芳的人 只有摄月 不声不响 韬光养晦 才是钱福的最佳人选 秦文判辞 既远难逢 采云易散 指明 摄月是秦文被脸的关键人 联系摄月是王夫人的人 秦文撕了他的扇子 答案也呼之欲出 秦文被脸走后 摄月成了贾宝渝身边第二丫头 最是得利 最终的结果 是席人被外放 嫁给了蒋玉涵 摄月留到了最后 一直跟在宝渝身旁 如果贾家不抄家的话 摄月等于 拈走秦文 耗走席人 成了最后的胜利者 书中自有黄金物 关注极致读书 下期节目更精彩